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穿得非常复古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震大糕好吃不上锅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可以陪我叶琪 叶琪 对 是这样子就是我的作息会比较晚一点 就是经常就是晚上会活动 所以说晚上会骑车 骑单车 吹着风之类的这种感觉 21号 男嘉宾好 孟菲老师好 我叫李莉 今年26岁来自浙江杭州 现在是一名行政人员 然后我的家乡是在绍兴 我平时日常也比较喜欢叶琪 喜欢听着耳机里的歌 然后去骑行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一般骑行多久呢 其实我是这种的 就是晚上正好比方说 我已经忙完了 我活动结束了 我就可能会骑着单车 顺便就听着音乐 散着步就回家了 就这样 你的第二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不介意我 去哪里都要吃主食 瘦成这样 都吃主食 这就是主食爱好者是吧 7号 男嘉宾说的是 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 去哪里都要吃主食 对 就是说明你是很喜欢吃主食 是的 没错 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吃主食的人 尤其是我们重庆的饭菜 川菜非常的下饭 然后所以我每次就是 一般来说都得两三碗饭这样子 对 所以我是非常不介意 其实我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份火锅 我的天 我们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热的食物 好 然后我们现场可以选两位女嘉宾上场 要吃一点 7号一定要来 你另外找几个 那个汤孟婷 我挑了24号也可以 对 你们就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我们这个火锅 可以放醋啊 他问我可以放醋吗 24号喜欢吃我们的恒顺香醋 六年尘 太好了 人家必要吃出什么特别来 我在吃火锅之前会配一个蘸料 就是里面是麻将 可能会加些俘虏或者乱七八糟的 然后再浇点我们这些汤底 最后最关键的一步 最关键的就是恒顺香醋六年尘 酸度如何香味醇 然后搭配我们的这个葡萄粉 是比较好吃的 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 我妈妈特别喜欢吃醋 然后她每次晚上下一碗面条 她就放好多醋 那个时候我就不理解 她为什么要放那么多醋 其实有一个醋是可以养胃 是有这种说法吗 对 是的 尤其我肠胃不好 是的 是的 然后后面就是 因为我妈妈的原因 养成我从小饮食习惯 我也特别喜欢吃醋 然后这个火锅 蘸了这个料 加这个醋之后 会变得口味非常的清爽 然后吃起来 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恒顺香醋六年尘 我觉得吃起来真的 那个味道很浓郁 非常的香醇 然后我觉得我回去 应该要下单几品 看片子吧 天赋和兴趣 你会选择哪一个 而我的答案是兴趣 我叫方程喜 现在是一名街舞老师 高中的时候 是学校田径队的运动员 还拿过学校三级跳的冠军 因为对街舞的热爱 我放弃了田径 开始学习我喜欢的街舞 老师 父母 朋友 他们都不支持我跳舞 但是我觉得想要做成一件事 一分靠天赋 九分靠努力 我相信我可以跳好街舞 刚开始我学习街舞的时候 肢体不是很协调 总是跟不上老师的节奏 后来我尝试改良动作 将舞蹈融入自己的身体 逐渐把自己的短板 转变成自己的长处 各自高的人 跳街舞虽然很难练 但是一旦练出来 观感就非常好 经过七年的努力 我参加了很多比赛 大大小小也拿了几十个奖 上学的时候 我是街舞社团的负责人 和一帮热爱街舞的学弟们 聚在了一起 为了能让大家都有进步 我经常代课兼职赚钱 买一些课程 让大家去学习 我自己自套要求 给大家办了件卡 然后大家都去上上课 好吧 你们比赛我们再加油 街舞老师对我来说 是一种责任 我不会把上课当做是任务 遇到条件不好的孩子 我会私下里给他们补课 孩子们也都很愿意 跟我一起玩 他们就像我的一群小兄弟 除了这些小兄弟以外 生活中 我还有很多好兄弟 他们都管我教 模仿啊 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 就喜欢来找我 谈恋爱第一时间会告诉我 工作的时候 会第一时间询问我的意见 就连请假 甚至都会让我帮他请 我就像他们家长一样 天天为他们操碎了心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能操心一下 我自己的爱情呢 接下来我们要 肯定是要看看他 给我们跳一段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想找一个女生 随机的说你们喜欢的一首歌 说出你们喜欢的歌的名字 放了他就按照这个来跳 哦 写动 哎 杨晓晴 你来点一个 我想点一首葫芦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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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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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没有以前被人说 你们不适合做什么事 后来你们又试试证明 我适合 胡锐 你好 孟老师 因为我之前是一名称舞员 然后在17年 18年的时候 我就被我的新称师傅说过 说我不太适合当一名称舞员 他说我走在客舱里的姿势 不优雅 跟旅客说话的口气 就是不像一名服务人员 应该预备的一个素质 你什么口气啊 就是因为我喜欢发出那种 什么 请问你再 您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就是这种口气 挺好的 感觉这空景 是熟人 您说我想用点什么 我想吃牛肉饭 啥 你说啥 啥味 我说你吃啥味 然后我那个师傅说 你作为一名专业的称舞员 你不可以说这么 什么 就这种带致的问题 应该怎么样 你示范一下呢 好的 是的 您稍等 我马上来 如果我说的话你没听清楚呢 对不起 先生 请您再说一遍 但是后来飞行过几年 我也拿到了就是整个航空界 荣誉还比较高的一个等级 还是挺感谢我师傅的 其实嘛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像您说的那种工程 它有严格标准的服务规范 包括语言 用语等等等等 但是你稍微跟人有点不一样 它就特别容易被人记住 也可爱 对啊 韩冰宇 男嘉宾 你好 我在读博的课语时间 我是做一名配音演员 因为我本身的声音 会稍微少女稍微甜一些 很多甲方就说我配不了小男孩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可能说我不行呢 对啊 然后我就自己去练 现在就是工作室的小男孩专业户 那你来试一下 那我就来一段哪吒吧 潘在府里无视感 搬墙倒瓦摔平惯 来来回回千百遍 小爷也是很疲倦 真的挺好的 女嘉宾里边真是多才多艺各种都有 你的朋友什么样的忙都会找你帮忙 从他的工作生活 甚至是他的感情问题 有没有你明显觉得不适合帮的忙 像关系比较远的 比方说他委托我 找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这样去 就关系太远了对吧 那我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帮 对 但是如果说有能帮的话 我尽量会帮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 朋友找你们帮忙 而明显你们觉得不合适的那种 15号 基本上朋友找我借钱的话 我一般不会借给其他一些忙的话 我感觉基本上都可以帮 借钱就很不合适 对 1号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如果我的朋友找我去帮他 追他的心仪对象的话 我觉得这种忙不大能帮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或者是相处是 两个人的事情 如果你们两个人中掺和了第三个人 我感觉对方可能彼此都会有一点介意 对 最后你就成了你外不是人的那个人 好 对 对 19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对所有朋友的忙都不会拒绝 那你是很难说没有吗 那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俩在约会 然后女朋友打电话说 你帮我什么什么什么忙 然后你就抛下女朋友走吗 我想问这个问题 那不行 那还是女朋友重要 帮忙之前有一个说法说四步帮 这也可以在朋友提出这种帮忙邀请的时候 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就自己而言超出能力的衡量 就朋友而言帮他做主的衡量 然后就他人而言伤害他者的衡量 最后一条是金钱相关的 要格外谨慎 反复衡量 拿本记下来 谢谢 我把本本记下来 看下一条 我的上一段感情结束在一年前 我们彼此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对方的好友列表里 因为一次偶然的朋友圈互动 我们开始熟悉了起来 随着聊天的深入 我们都对彼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是一名设计师 他说他比我大了三岁 但是看起来比我年纪还小 他向我表达了好感 我也被他身上散发的职业女性的魅力 所吸引 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 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城市 但是我们俩的工作地点离得很远 基本上一周只能约会一两次 见面的时间很少 尽管是这样 我们的感情依然很好 从来没有吵过家 每次约会我都会提前订好餐厅 大家去吃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在感情里比较尊重对方的生活状态 如果对方事业性比较重 我会支持他的工作 如果对方是个比较粘人的人 我也会抽出时间陪他 有一天他突然发消息 说要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他其实比我大了十二岁 我没有太惊讶 其实在之前我就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真实念 当时发现的时候其实有点惊讶的 但是我更看重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我也没有很接近这件事 后来相处时间久了 我们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也慢慢被放大 他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 喜欢早睡早起的规律生活 而我的工作时间不太固定 更喜欢熬夜晚睡的随心生活 他经常会念叨我 这让我感觉非常的不自在 时间久了 我们彼此都感觉不太能适应对方的生活节奏 于是选择了和平平均 对于我未来的女朋友 我不在你的年龄 经历和背景 我期待和你一起奔赴山海 做自由自在的风 我们来聊一下 以前也聊到过 哪些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 如果不一样 就真的很难一块生活 我说过一个空调温度 对 你们再说几个 严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的 像胡瑞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女朋友是那种朝九晚五 然后你又是经常晚睡 比较夜初 像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处理 你跟你女朋友这种生活呢 如果说是我要谈女朋友了 对吧 有另一半的话 那我肯定是要照顾一下对方的感受 不然就是老见不到 我晚上出来 他白天出来 咱俩就永远碰不到 对吧 就应该还是会调整一下 好的 谢谢 老铁 男嘉宾我很好奇 你天天熬夜 那你不会脱发吗 头发还多 头发还多 我是接受不了天天熬夜的这种 我跟你说一声 我们也等了 可 23号 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合肥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看到 就是您这个女朋友的年龄比你大 12岁 你好像也是很能接受的 当然是的 因为我是如果喜欢她的话 我不会去在意她年龄什么 这个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对 如果你提前知道这个人比你大这么多 你还会跟她在一块吗 这个 不 不确定 这里我得看我跟她的相处的状态 谢谢 9号 男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我之前是跟你有过同样的情况 我是谈了一个男生 他是比我小五岁 但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欺骗我的 跟我讲是跟我同龄的 后来我是选择分手 因为就是你说喜欢可以打败任何事情 但是父母的看法以及身边人的看法 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 对 你当时没有想过这些吗 有想过 其实我的父母是怎么说呢 就是很随意 就是觉得你反正只要找到你喜欢的就好 我自己的考虑的话 就是说我得先跟你有谈恋爱的这一步吧 有这个开始我才能说我后面能跟你谈到结婚 我是这样想的 对 但是你们差12岁 你23岁 你考虑结婚的话 他最起码到26、27岁了 你等得了 他也等不了 怎么说呢 他其实 这个东西就得看我们两个人的协调 他比方说他暂时还没有考虑结婚 那就可以 就先不想 那如果说我要结婚 我得考虑一下的话 那就得尊重 好 好 谢谢 最后留灯的是24号有问题吧 那个我刚刚看VCR 看到那个男嘉宾也是练田径的 因为我也是练田径的 所以特别巧 你是安徽合飞 我也在安徽合飞 然后我很喜欢跳街舞的男生 所以我是给你留到最后 给你留到最后 来 看一下她制推 方辰姐的制推女生是 说好做 选恒顺 恒顺香醋六年成 为您揭晓制推女生 铁梦娜 老铁 男生温暖善良 有勇有谋 敢想敢做 有激情有活力 还有丰富的生活气息 爱美食 爱运动 头脑清晰 乐于助人 相信人间的真善美 感情当中 更看重彼此的演员和气场 是一个简单大方的 开朗大男孩 女生性格温暖善良 自信淡定 愿意大胆勇敢尝试 和挑战新鲜事物 同时有着明确的底线和原则 女生的空间感和链接感 气男生 男生感肠 有活力 有智慧 也非常吸引女生 是一对在一起 十分合适的成长型灵魂伴侣 供两位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职业 老铁 我重新选择的话 还是会选择服装行业 因为我很喜欢服装 24号 体育 我从肉到大又练体育 肯定体育好业 好 那你呢 我自己其实也会去继续把跳舞坚持下去 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蛮坚持做我自己想去做的事情的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如果选择17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也可以签署24号 也可以 自己走 你得决定是 如果选择17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也可以签署24号 也可以 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中蒸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助理 港中蒸蛋糕 我对你真的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乎 再见 有醋意更有爱意 吃好醋选恒顺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 由恒顺醋叶提供的 恒顺爱滋味盲盒大礼包一份 因为我的心动女生 选的是24号 我就一直觉得 她在女嘉宾里面 是最有气质的那一个 因为她在台上 我看的是最多的 她的舞蹈跳得非常棒 而且主要咱俩也是 安徽合肥的 对 是的 我们回到合肥之后 我们要不要先去吃个饭 可以啊 我比较喜欢吃碳水类的 碳水 跟我一样 我也喜欢吃厨食 港容蒸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让我们一起出发